百万级B1加点王用8 你可能不知道的8颗小秘密 看看你知道几个 第一 这个地方是车身的涉水客渡线 这个地方是75厘米 80厘米 85 90 95 1米 所以说这个地方刚好是这台车 最大的涉水扇头1米 这上面的激光雷达 然后包括这个地方的指示灯 都处在这个1米线以上 这个车是可以实现应急浮水的一个功能 可以漂浮在这个水面上 所以说它的底盘所有的零部件 都可以实现IP68级的防尘防水 包括电机电控 包括它的悬挂控制系统 只不过每次如果说应急浮水完了之后 你需要开到售后去对底盘做一个检查 或者需要排查 那这个费用是自费的 然后是18000块钱每次 第二 左侧是加油口 打开的时候它是亮黄灯 右侧是一个充电口 打开的话它是亮白光 如果是亮绿光 然后并且这个动画是从下往上 动态进行叠近的话 那这个代表这台车在进行充电 如果这台车亮的是蓝光 并且它动画从下往上动态进行叠近的话 那代表这台车在进行对外放电 那它的充电是110千瓦 然后快充 然后慢充的话是7千瓦 第三 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 包括有些销售可能都不知道 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地方其实是天线的一个功能 并不是加尔斯 你看那个后备箱那个地方的玻璃 才是这个加尔斯 那个是溶雪的 然后或者说是储物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比如说我们收音机的天线 这个功能 车顶这个地方的方块 是高精度导航的权限 第四 在路上不要轻易惹这个标形大汗 看到这个一丝方的标识了吗 这台车有四个轮边电机 最大输车扭矩是1200纽 它3.5吨的车重 百公里加速只有3.6秒 所以说分分钟 它可以让你看到它的味道 第五 这个一丝方里面的原地掉头 它不单是可以实现 顺时针的这种掉头 也可以实现逆时针这种掉头 并且它掉头的时候 它有低速中速和高速 三种时速可以让你去选择 那高速虽然说转的时候非常帅 但是它有可能根据路面的 这个每个轮的这种摩擦情况 它有可能实现这种位置的偏移 但是如果你在低速的时候 相对这样位移就比较小一点 这个应急服务水呢 它是自动打开的 但是呢 它的增程器没有办法自动关闭 你要打开涉水模式 它就可以自动的关闭增程器 不伤到你的这个增程器了 这个云烟呢 不单是可以调高或者降低悬挂 它还可以实现 露营调频的功能 那调频完之后 你看整个车内 它这种这个水平面呢 非常非常平 这样不管是你坐在车里面也好 或者说躺在车里面 睡觉也好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这个云烟P的烟压悬挂呢 它正常情况下 可以上升11厘米下降4厘米 如果说你这个车的底盘发生 就是拖底的情况下 那它的悬挂还可以再被动身高3厘米 可以达到14厘米的身高距离 这个夸张不夸张 它的第二排座椅 没有办法进行前后移动 但是你看它的靠背的角度 包括它头人的角度 然后这边都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并且这个地方呢 它还有按摩的这个功能 然后它还支持这个一键这个折叠起来 你看它可以自动的 然后先把这个头枕架下去 然后靠背调到后面 然后这个座椅往前推一点 然后同时呢 然后把这个 我们这个坐垫呢 然后这边直接掀起来 这下面也有个隐藏的这种空间 折叠完了之后 它的第二排座椅和这个后备箱 就可以形成一个1.83米长 然后这个1.3米宽的一个整个这种大床这种空间 然后你铺个路子什么出去玩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第八 这台车的电机不单可以实现正向那种驱动 实现非常强的这种加速能力 还可以实现反向旋转 实现刹车的功能 之前有一个概念车 就是说这台车它没有刹车卡前 也可以实现刹车的功能 然后夸张嘛 而这台车呢 它的100到0的这种追踪距离是多少呢 是39米 这个对一个3.5吨车重的车来讲实在是太强了 而更夸张的是它的转弯半径5.72米 那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就是当你打方向的时候 它的内侧车轮和外侧车轮 它的转速差会比较大 比一般的燃油车的车型要大很多 所以说它的转弯半径就比一般的车要小很多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车的小秘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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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